王老师喜欢喝什么茶 一般更多的是花茶普尔 这跟女人有关系 是吗 对对 这个为什么女人 男人和女人喝的茶 是不应该是一样的 是有差别的 你瞧今儿和长的知识了 我们今天旁边坐的这五位茶叶商 他们在上货的过程当中可热闹了 遇见了好多好玩的事 咱们先看一看 他们到底都遇见了什么事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观光为 conductivity 就说 싶은一幕 也很少 我觉得大 terra 从绿茶开始的时候 好 刚才这五位 谁卖绿茶来 那这儿了 快来吧 我这儿也有 连盒子都是绿 太好了 连脸都是绿的 你先喝着好 坏回来再给你钱 行 fu 快回去看摊去吧 摊丢了 你旁边那种不地道 你看个怎么样 去年的 这个是属于 这个雀蛇一类毛蜂吧 应该是差不多 但是已经不是很绿了 因为一年的新茶已经 新的一年的绿茶又快下来了 所以我们尝试着泡一下 看看这些茶怎么样 这喝茶跟喝酒都不一样 来 冷老师您先看一下 喝酒讲的这个越沉越好 存了多少年的了 那现在这个开始泡茶了 我们这个茶呢 是选用中头发的泡茶方式 另外听了中头发 中长的头发 像我这是短头发 来 倒完了 还没 一般泡茶的方式呢 我们先来把这个茶具 要温烫一下 这样呢让我们这个泡茶时呢 水的温度啊 跟悲剧的温度都能相一致 我们泡绿茶的时候呢 一般都选用玻璃的器皿 来 冷老师我先敬你一杯 谢谢 这也不能喝啊 因为这个茶呢 是调索型的绿茶 所以呢采用这种中头发的 泡茶方式呢 有利于牙液呢 特别好的伸展 中头发的泡茶呢 我们先倒呢一半的这个开水 那么我们从这个壶到杯 到温杯到泡茶呢 这个时候的水呢 差不多也到85度左右了 所以泡绿茶呢 我们的水温要基本控制在 85度左右 这板有名词吧 这像快板是吧 很像我们的玉子板 这呢是我们叫茶盒 来盛放茶叶用的 好 您手里拿的这是牙签吗 这个呀 牙签就大了点 这是茶针 我们剥取茶叶用 一般这么大的玻璃杯呢 我们要选择5克左右的茶叶 3到5克 因为我今天这个玻璃杯呢 大了一点 所以用3到5克左右 放进去了 因为这个茶呢 它是调锁型的 调锁型的呢 它不太容易舒展 所以我们在茶里面呢 做一下温润的 这样的一个泡茶的 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让茶叶呢慢慢舒展开 我们再注入开水 这个学名叫晃悠 东北话叫嘚瑟 好 绿茶再嘚瑟 第二次加水 对 中头发